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林子彤 這個環節有Samuel Samuel,你好 Hello,子彤 跟大家跟進 內地和本港股市收市的情況 內地股市全線跌大約2%至3% 上證綜合指數以接近day low收市 收到3,167點 跌84點下來 深淨成分指數跌439點 收到1,1520點 護深300指數也跌130點 收到4,18點 港股方面,全日都要跌663點收市 收到2,1208點 供企指數跌281點 收到7,208點 大股全日成交1,222億 今天的市場氣氛一定是差的 A股又跌得多 港股跌600多點 你有沒有覺得 今天的市場跌幅是過分了 今天曾經跌過700多點 跌過去連21,200也失手了 近那堆的牛證都殺了很多 有沒有條件在短戰做一個小小的反彈 今天就幸運收市算是企得穩在21,200 剛剛好宅住 過去一個星期都跟大家說過 近三月份 其實在22,400左右 曾經做了兩個小箱頂的格局 所以今天來講 在圖表方面 算是守得住的話 就未算太差 即是說這個小箱頂 22,400開始墮下來的話 其實項線的位置 就剛剛好在3月28日 至到3月22日 21日這些低位 22,100左右 其實項線就剛剛好宅住這些位置 所以今天來講 暫時就未算跌穿了 或者收市未算跌穿的話 都未至於要做整個小箱頂的糧度跌幅 就是說這裡有千多點的跌幅 但是如果今天都算是守得住的 希望之後那段時間 可以駁它做一個橫行格局 其實都可以在近這一輪的這些低位那裡反彈一下 但是要看一下是哪類型的股份 近期大家都聚焦在內地的疫情裡面 所以就變成一些消費類的股份 普遍的跌幅比較大一點 今天有幾隻的股份 是創下52週新低的 其中潤碑 藍籌股裡面 其實都是創下52週新低的 另外包括一些海底撈那些 其實基本上走勢都仍然是比較差一點 就是說餐飲股 還有啤酒股上個星期已經率先掉下來 所以就疫情方面的發展 暫時比較難預計 但是封城或者封鎖的措施 似乎比想像中多 因為本身就預計 內地可能都會採取一些快速的檢測 或者說根據兩年前的經驗 可能會應對得比較好一點 但是現在暫時就不是這樣看了 除了上海之外 連廣州都需要封城的話 就對於這些必需品 或者說一些零售相關的 包括說一些餐飲和體育用品 其實一直以來都已經要率先滾下來 再加上一些其他可能一些電子設備類 很多工廠有機會都可能出現一些停產 或者一些供應鏈問題的話 整體大市其實都算是叫跌幅比較全面 你剛才提過了 21,200有機會可能做個底 駁它彈一下的話 都只能夠是一些金融類的股份 這個星期 美國的金融股就出一些首季的業績 看看會不會對於他們一些經濟前景的展望 可能會有其他的看法或者啟示 還有要留意一下他們在俄污的局勢底下 會不會在歐洲有機會做比較多的撥避 如果你說這件事沒有出現的話 可能有機會打氣 你說有幫亞那些國際銀行股 可能會叫做升少少 但是暫時的上升動力就始終都是差少少的 因為消息面上利淡的因素比較多 你說守得住21,200的水平 都已經算是很不錯的 嗯 好啊 剛才你也說到大陸的疫情關係 供應鏈又有些問題 信譽其實都是的 但是大行現在就說擔心出貨量可能會受到影響 因為大陸的風城影響著物流 信譽其實這一轉都是跌到很殘的了 如果你之前投入了信譽 都不知道是多少錢只賺 多少錢take profit 你自己覺得信譽來到這些位置 再大隊的空間還有沒有呢 大家都看得很淡 可否以逆思維操作 暫時在股值上就剛剛穿了20倍左右有市盈率 但是就未至於出現過超跌的現象 就是說今天的股價再創了52周身低 但是其實距離3月15號的時候 RSI穿過20樓下的話 還未出現過背池的狀況 所以就關鍵的位置 過去這一輪曾經是114、113.9這個位置 做了兩次底部位置 但是今天都成交大的情況下都守不住的話 很難是這一刻就這麼有信心衝進去住的 剛剛出到來的一些出貨量 亦都不是真的叫好對版 比如說主業 手機鏡頭方面 以及手機攝像模組方面 分別都要跌一成幾 分別都要跌一成 以及說手機攝像模組要跌兩成 其實這兩個的跌幅 跟頭兩個月 1月和2月 基本上就差不多 所以在同比的跌幅 沒有什麼明顯的改善 或者沒有明顯收窄的情況下 都很難憧憬它們有什麼 reway的狀況 尤其是現在疫情方面 很多手機設備廠商 或者說零部件的廠商 都是分佈在上海 或者蘇州 這類型的沿海地區 所以就變成 現在暫時在大環境下 疫情方面又有些停產 再加上 內地和全球零售銷售的訪問 都發現現在換機的週期 放慢了很多 就是說現在過去三年前的話 普遍都是一年換一部手機 現在暫時可能拖牆去到兩年多 變成現在大家對於整個需求 不是真的那麼強勁的情況下 你說手機設備股 又沒有業績支持 銷售數據又不是很理想的話 暫時都未是可以見到 見底回升的狀況 除非你說 明天開始立刻站得上去 114元左右樓上的位置 就是站得上去 上一個52周身低的頂 我就當你今天是過度的恐慌性炮售 但是你說明天要彈回一成上去的話 其實都比較難一點 所以就留意一下 基本上如果你說不是站得上去 114元樓上的話 那就不考慮了 另外還有一些車股 又是有些缺零件的問題 大堆下來的 未來都堆很多 堆超過一成下來 長期的又是大家都說難炒的 Overall車股 在疫情之下的供應鏈問題 少一個parts都做不到車 影響多大 今天反映了沒有? 暫時仍然是因為疫情的發展 始終以一些比較大陸的 汽車零售部件的公司 如說華域為計的話 他們之前有些廠都放在上海裡面 主要都是靠著 汽車零部件的研發、生產 還有其他可能是遺柴 基本上都有機會受到影響 變成整個產業鏈方面 因為疫情暫時有機會受到影響 還有消費者的價格 即是CPI 以及PPI的出廠價格 在差異性的情況下 都反映現在的消費情況 不太理想 現在PPI仍然有大概 8%、9%左右的水平 但CPI來說 按年升得1.多% 所以就變成 現在他們暫時這兩個數據 還未出現過同步的狀況 亦都引發著 一個隱憂就是 接下來在PPI的出廠價格 這些成本慢慢傳導 去到消費品的時候 有機會令到CPI 到時都會慢慢升上來 所以就變成一個 傳導性的通脹問題 到時 你說想放水 或者想去出現一些舊市的狀況 亦都叫做比較困難 所以這件事會是 第一樣大家擔心的事 另一方面就是展刀差異問題 就是PPI和CPI的差距 過去這幾個月 雖然都叫做收窄 但基本上的差距 還是有8%左右的水平 所以就比較高一點 現在暫時這段時間 輸入的成本 在數據看來底下 未傳導到消費者的能力上 如果你說去到第二季 發現消費品真的越來越貴 你說消費者方面 居民都完全比不起的話 有機會就令到 第二季的GDP有機會再縮一點 現在暫時那些行的預計 其實普遍都看得比較淡一點 中國的GDP 接下來要達到5.5% 這個增長目標 都比較難 開始向下調整一點 大概去到5% 或者你說4.9%左右 所以這段時間 那些消費品 工業的消費品的價格這麼貴 原油 天然氣 或者說說煤炭 這類型的成本 相對來說有這麼高的話 這類型的成本要轉嫁 到消費者的環境裡面 其實都已經比較差一點 最新你看到 其實中氣協 剛剛今天出了數據 就說新能源的汽車 三月份的銷量 同比升百多個% 所以其實你見到 為小里加上吉里 長汽這一堆的公司 其實基本上只有比亞迪 還有為小里這三間新能源車的銷量 算是跑得出來的 其實長汽和吉里的新能源車的銷量 都算是比較差 或者算是跑輸大市 長汽的話 只看歐拉方面 今個月升得9% 別人都在升倍幾的情況下 長汽今天穿底都好應該 另外吉里方面 本身它們在領黑方面 或者極黑方面做得不錯 但是整體的銷售量 都還是比較差一點的話 暫時你說燃油汽車 混能那一堆的 都算是沒有什麼考慮的量點在 所以吹發劑還是差一點 接下來你說要搏的 或者你說厚低再去買的話 其實都只剩下比亞迪 基本上這頭三個月的表現 算是比較穩定一點 衛小李 其實衛來和小鵬 這兩個月來講 銷量都只剩下不夠10萬部 都不需要看一看它 好 麻煩Samuel這麼詳細分析 Samuel先申報一下 有沒有持有上述投票的股份 都沒有持有的 好 麻煩Samuel 這次節目時間差不多和Samuel聊到這裡